王伯荣昨天在日本火腿红白对抗赛中开轰 获得日本媒体一致好评 今天在队板神虎热身赛 以先发第四棒指定打席上场 面对球速最快160公里的板神速球型投手 藤田靖太郎 王伯荣首打席先获得四块球保松 三局上将藤浪146公里持球 敲成右外野平非安打 五局上面对中继投手小野太乙 再敲出做外野二点安打 今年在脚出连二打出安打 连三打席上蕾好成绩 借由热身赛来调整 打不好的地方可以把力不足再加强 按照自己的感觉下去打 没有说一定要去做什么球去做攻击 就是喜欢对球去出手 王伯荣原本被安排在四棒担任左外野手 最终改为指定打击 他说都依教练团的安排 其实不会想那么多 就是一样还是要站上打击去 不管是打第几棒还是要去面对这个投手 由于本神的藤田靖太郎 在日本是著名的诉求型投手 日本媒体很好奇 汪伯荣在台湾时 是不是有丰富的面对诉求投手经验 基本上是没有 没办法 除非是有很快的仰头 那本体基本上是没有 汪伯荣说他现在的策略是 好球就出棒 热身赛打得好 就把好的状况记起来 重要的还是接下来的比赛 体育中心王一轩 日本冲神报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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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